立法人多數你看 上個禮拜五 他們要通過擴權法案 擴權法案是要把 立法權壓制行政權 壓制司法權 變成立法獨大 獨大以後呢 將來他可以指揮行政院 可以指揮司法院 最後還指揮警察 指揮軍隊 以後就可以立指揮軍隊 來壓迫我們 我們就變成香港 所以中共正在把 台灣立法院 變成他的香港的立法會 加民主的形式 來破壞民主 今天立法院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維護民主自由 人權獨立的人 已經退無可退 我們要堅守這個陣線 不能再退 再退的話 越來越 因為台灣變成香港 不過我要對這個我們一些藍營的立委啊 我要心裡喊話 說你們應該也都是希望台灣能夠保持現狀 你們應該也不想接受中共的統治 沒錯 那麼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難道讓立法院任由這些中共的揉鑼狗腿 來代理你嗎 你們現在做的 是對台灣重大的傷害 你們不要對 不要做破壞民主的邦凶 尤其不要變成中共的狗腿 那麼你不要學馬雲九 因為馬雲九是個混蛋 馬雲九是威權體制之下 一個沒有自由思考 沒有現代文明概念的人 雖然做了中華民國總統 他是失敗的 他這個跑去大陸的種種的行為 出賣台灣利益 他是可惡的 我們要譴責馬雲九 所以我們希望 藍營的立委 請你站出來 請你像謝一鋒一樣 尊重我們民選的總統 尊重我們的民主體制 不要做中共的走鬼 我今天77歲了 我有民有錢 我不求什麼 可是我不能看到台灣 好好的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變成香港這樣子一個 很糟糕的情況 在香港現在 我的朋友現在出來說 在香港都不敢講話了 互相聊天都要警戒 講一句話都要左看右看 看有沒有偷聽 這是多麼悲慘的狀況 我們不要變成香港好不好 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如果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兩岸是不是在戰爭狀況 說得好 這二十幾年來 中共一直不停的對我們發動戰爭 那這戰爭分三種形式 第一個是心理戰 心理戰 就是用軍事武力威脅你 讓你害怕 希望投降 希望妥協 就是心理戰 第二個就是輿論戰 輿論戰 就是利用 我所謂的匪台 像中天電視中天新聞網 中天新聞網 是匪台 他們不服 跑去地檢署高檢署 地方法院告我 通通被駁回 所以中天系統是我們司法認證的匪台 中共利用這些匪台 然後發動一些文化流氓 每天在散播一些亂七八糟的話 顛倒是非 顛倒黑白 這文化流氓 大家知道 財政源就是文化流氓 國政量就是文化流氓 這個中共最會利用流氓 那麼用流氓 就是用一些這個 等一下我們講拆政源好了 他是一個罪犯 他在中影交易案裡面 侵佔了阿波羅投資公司2.8億人 被地方法院判處三年半徒刑 又因為漏報財訊資料 被判違反商業會計法6個月徒刑 現在還在限制出境 這麼樣一個罪犯 天天攻擊我 為什麼攻擊我 因為我回來抗共保財 因為這不符合 蔡政源請問你 對台灣有做過什麼貢獻 沒有 我台大畢業 台大給我台大結束效應 我交大畢業 交大給我榮譽博士 我因為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建立 科學人區40週年的時候 給我跟張宙某先生 共同頒發的 傑出成就貢獻獎 請問蔡政源 你有得過什麼獎項嗎 沒有 賣台子 賣台子 天保持 那麼這些人就每天抹黑 就跟共產黨以前一樣 用地痞流氓來抹黑 這些有名望 有聲望的一些士生學者 蔡政源就是這樣 他抹黑了什麼 說你雖然回來放棄新加坡國籍 回到台灣 你一定外面還有好幾本外國負招 造謠 我現在只有一本中華民國負招 郭政良說 哦 曹總小孩都在國外 做外國人 叫大家回來看空保台 別人家小孩死不完 我跟你講 我三個兒子老大已經五十歲 他沒有 早早出國沒有當兵 我老二老三 在美國念大學 都回來服完過鼻 所以這些人 像郭政良這種 隨口造謠 隨口誹謗 完全不查證 這就是文化流氓 文化流氓 所以 今天在輿論戰上面 匪台利用這些文化流氓 已經打贏了這個輿論戰 現在很多人呢 在這些匪台的這個 耳迷路啦 渲染之下 居然把民進黨當仇敵 把共產黨當朋友 居然 扭曲到這個程度 另外很重要的輿論戰 我們 失守了 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我們對和平和戰爭的定義 被他們輿論戰扭曲了 大家知道什麼叫和平 和平是保持現狀 叫和平 保持現狀 不要有人侵略 那麼什麼是戰爭 就是想去破壞別人的現狀 引起對方反抗 這是戰爭 請問 既然台灣有想去破壞中共的現狀嗎 沒有 請問中共是不是每天想來破壞 我們的現狀 沒有 那麼誰是發動戰爭的人 是台獨嗎 不是 這就是觀念的扭曲 在這方面輿論戰 我們現在很多的台灣百姓被迷惑了 我每天要反台獨 你 台獨 基本上就是想維持現狀 不想被你統一 這就是台獨 你既然要維持現狀 你又反台獨 你是莫名其妙 對吧 所以今天輿論戰上 我們有節節失守 有太多的台灣民眾 把台獨當成戰爭的根源 居然把中共當成和平的天使 叫對嗎 對 太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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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扭曲 這是他的一個法律戰 第二個 2005年 中共通過一個反分裂國家法 這也是他的法律戰 明明台灣跟你毫無關係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 居然說台灣是我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說謊 然後 把從來不屬於中國的地方 說自己中國領土 然後還說 我也要用武力來統一 這個完全違反國際法 這是對國際的詐騙 這是他的法律戰 中共沒消失要制裁 這是在外面的法律戰 可是在國內的法律戰 現在我們面臨的 就是一個重大的失敗 就是 用心理戰 輿論戰 迷惑了很多人之後 現在他們取得立法院的多數 立法院的多數 你看 上個禮拜五 他們要通過擴權法案 擴權法案 是要把 立法權壓制行政權 壓制司法權 變成立法獨大 獨大以後呢 將來他可以指揮行政院 可以指揮司法院 最後還指揮警察 指揮軍隊 以後就可以立指揮軍隊 來壓迫我們 我們就變成香港 所以 中共正在把台灣立法院 變成他的香港的立法會 加 民主的形式 來破壞民主 這個就是我們在現在 這個 法律戰上面 現在處於敗退的狀況 好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當然 大家可以想各種辦法 不過有一點要知道 今天立法院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我們 我們維護民主自由 人權獨立的人 已經退無可退 我們要堅守這個陣線 不能再退 再退的話 越來越來越台灣變成香港 所以這個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今天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有各種方法可以想出來 不過我要對這個 我們一些藍營的綠委 我要心裡喊話 你們應該也都是希望台灣能夠保持現狀 你們應該也不想接受中共的統治 沒錯 對 那麼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難道讓立法院任由這些中共的摟摟狗腿 來代理你嗎 不可能 所以藍營的立委們 像今天的謝宜鳳 他參加我們總統救治典禮 我們要給他鼓掌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藍營立委 能夠了解 你們現在做的 是對台灣重大的傷害 你們不要對 不要做破壞民主的幫兇 尤其不要變成中共的狗腿 這是我對我們所有這個藍營立委 提出呼籲的 今天我們沒有很花時間去了解中共 這是我們台灣本土政權的一個錯誤 中共的本質我們一定要深刻的了解 什麼是中共的本質 大家也許不知道 有一本書非常重要 這個是叫做民主與兩岸關係 作者是誰呢 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著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 他也是台灣第一屆堂獎的得獎人 余英時先生 很不幸他幾人先過世了 余英時先生對這個 在這裡面講共產黨非常深刻 他說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所建立的 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地痞集團 這個流氓地痞集團呢 唯一有感興趣的就是它的權力 以及由這個權力所衍生的種種特權享受 為了抓住這個權力 所有現代的文明的價值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甚至科學 通通不看在眼裡 中國老百姓的這個幸福他們也不看在眼裡 所以在中共以前林彪曾經講過 在中國你有權力就擁有一切 你沒有權力就沒有一切 這就是中共的本質 那麼今天中共的本質 曾經造成八千萬到一億中國人 無辜的非自然死亡 那麼現在這個中共的本質有沒有改變 沒有 你看到習近平什麼極權 你看到他對著中國內部的 輿論人權的壓制 你看到他們對香港民主 香港自由的迫害 他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 所以我們呼籲所有藍營的立委 你要去了解一下中國共產黨 這是個邪惡的政權 這是一個迫害所有中國人 殘害了無數中國人的邪惡的政權 你怎麼跑去跟他握手 跟他言歡 抱他大腿 來破壞台灣的自由民主呢 各方他們以前也是反共的 所以來人的朋友想想 那麼你不要學馬雲九 因為馬雲九是個混蛋 馬雲九是威權體制之下 一個沒有自由思考 沒有現代文明概念的人 雖然做了中華民國總統 他是失敗的 他這個跑去大陸的種種的行為 出賣台灣利益 他是可惡的 我們要譴責馬雲九 我們要譴責馬雲九 所以我們希望 藍營的立委 請你站出來 請你像謝一鳳一樣 尊重我們民選的總統 尊重我們的民主體制 不要做中共的走狗 好吧 好 雖然我們出誠懇的呼籲 可是如果大家神秘不悟 立法院一定要擴權破壞我的民主 我希望我們大家有益於抗爭 那麼 對不起啊 我講了久了一點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今天77歲了 我有民有權 我不求什麼 可是我不能看到台灣 好好的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變成香港這樣子一個很糟糕的情況 在香港現在我的朋友現在出來說 在香港都不敢講話了 互相聊天都要警戒 講一句話都要左看右看 看有沒有偷聽 這是多麼悲慘的狀況 我們不要變成香港 好不好 好 大家加油 加油 謝謝大家 我知道 我們怎麼這麼高的 有不一定的 我們怎麼這麼高的 好多親眼 我們怎麼都會 對不對